接下來的話,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程式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說這邊其實,它在串接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串一個乘號,串一個等號 然後又串一個這個什麼? 串一個這個TAB 然後中間又加上一個變數,兩個變數 還有這兩個變數相乘的結果 變成一邊,一下子又要文字 然後一下子又要一個變數 然後最後串變,你要一直轉型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要轉型的話 其實有另外的寫法 記得我這邊,我先不要把這一行刪掉 我把它當註解 如果要註解的話,記得按SHIP加3 就是加一個緊緻號的符號,SHARP符號 這個就註解了,OK 然後我拿這個來改好了 我要怎麼改? 如果假設我希望利用那個Format 來精簡這段乘4的話 那理論上我會這樣改 把這個拿來 我會先加一串文字 那一串文字的話呢 如果是變數的話 那我就直接給大瓜胡 用大瓜胡來表示 我這邊是要放一個變數 所以我的規則是1乘上1 那1的話是一個變數 乘的話用X 乘上1,就是第二個變數 一個是列,一個是藍 等於最後的結果 那也是一個變數 就相乘的結果 所以這邊的話 我放了幾個大瓜胡呢 一個,兩個,三個 三個,對齁 所以呢,我三個大瓜胡 所以後面的點Format 所以再加一個點Format 點Format之後的話呢 那你假設前面有三個大瓜胡 你後面就需要給三個參數 這三個參數就是你要放進去什麼東西 所以第一個是列 所以列是I 第二個的話,豆點 第二個是藍,藍是追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是相乘的結果 I乘上追 好,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喔 這個是它原來的文字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我用Format的方式 把它分開來 後面的話其實就是我要放的變數資料 然後豆點一樣 後面加一個and 等於空的 然後後面加一個後瓜胡 好,這樣就OK了 所以呢 上面的寫法跟下面的寫法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下面的寫法是怎麼樣 把變數集中在Format的瓜胡裡面 然後前面的話呢 就用一個大瓜胡來取代 這樣感覺有沒有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出來 像這個寫法喔 其實會比較清爽 而且就不需要說一定要一直用STR一直在轉型 像上面這個寫法是 這個要轉型 這個要轉型 這個又要轉型 現在滿亂的 OK喔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漏掉 這邊要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T 所以在這個尾巴 請你加一個反斜線T 好 這樣應該理論上完成了 執行一下看一下結果 把它拉過來一點 執行 結果的話呢 也會是 跟剛剛一模一樣的結果 但是 寫的方式會比較精簡 OK喔 那當然你說老師 剛剛不是有一個Format的精簡版 那如果我假設要把它 再改成Format的精簡版的話 那如何改 還記得吧 有沒有 把Format的F放在前面這裡就好 然後呢 把後面的三個變數有沒有 這三個呢 直接就丟到大瓜胡裡面 所以這樣子 這邊放個I 這邊放個J 這邊放個I 成J 這邊放個I 這樣也OK 哪個比較簡單 好像這樣更精簡 有沒有 這個寫法是 剛剛Format的精簡版 OK 所以這個寫法我還比較推薦 所以 這個是精簡版 這個是精簡版 對 那其實寫法 你看那個ChargePT上面也有啦 只是說你就挑一個最簡單的 沒有人喜歡把程式寫得複雜嘛 OK 直接執行一下 看一下 那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個精簡版的話 其實理論上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的 這個其實是從那個Format所演變過來的 所以這個我把它 再貼一個 這個 所以原來 原來的寫法應該是 我這邊加一個緊字號 緊字號的話是 就是註解 原來的寫法是 這邊加一個.Format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分別 這個的話就不是放在這裡 這個就放這邊 放的位置不一樣 這個第二個這個放這邊 再豆點這個放這邊 有沒有 所以兩個比較一下 應該可以看懂不一樣 也就是說這邊多一個Format 把這個Format移到這裡 然後把這三個參數 直接就放到大瓜湖裡面去 一二三 這樣子 OK 至於哪個寫法簡單 你記得起來都好 記不起來哪個都不好 但是我是比較推薦 最下面這個寫法 因為這個下面的寫法 是看起來是比較清爽 OK 好 試一下這個地方 那理論上 我這個寫法 也有把他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看一下 這邊 OK 應該一樣 第六頁這裡 這個是Format的寫法 那這個的話就是 第三種寫法 OK 兩個比較一下 反正Format OK 那我發現 那個TRAGPD很喜歡用 這種精簡的寫法 其實也對啦 OK 因為他這樣寫出來 感覺就程式縮短了很多 其實道理跟Format 是一樣的啦 至於如果假設你不習慣用 精簡的寫法 你用Format 其實也無妨啦 OK 試一下